女嘉宾小李24岁 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庞22岁 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一看这两张脸 杀气腾腾 咋了呀 你问他 就是我很不喜欢 他现在做那些工作 就是他经常和那些异性 一起工作 啥工作呀 做过那个桌游链助教 陪着那小哥哥一起玩 然后还加人家微信 跟人家聊天晚上 不是 我觉得客户加微信 很重要吧 那他下次怎么找我呀 不加微信 那你跟他说你单身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大家都懂吧 就是他既然找你陪玩 肯定对你有些幻想呀 我要说自己不是单身 绝对没有人会找我 这个你应该知道 而且他还做那个主播陪玩 也是就在那些男生面前 就卖萌 你觉得我在你旁边听着这些 我能舒服吗 但这是客户需求啊 那我得顺应市场的这个需求啊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 我就得演成什么样 那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就是他只是依据网络 在线上还是说 他线下也会做一些 对就是我就是想说他线下 线下他偶尔还去酒吧做棋分主嘛 然后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提分手 结果我问他 他说是他跟那个男生玩游戏 玩那个大冒险 然后输了就要跟我闹分手 但我不是后面给你解释了吗 也把你微信加回来了 就一个游戏啊我觉得 游戏游戏就可以随便提分手嘛 我是那种你认得就可以捡回来的那种东西是吧 但是反而我是那种愿赌服输的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这么闹一下有什么吗 这么久了都没提过分手 你因为一个游戏 我觉得你太小肚鸡肠了 我说真的 而且他还有一次 就是他同事也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他 说他喝醉了 我刚过去就那个男的就摸他头 我说了人家只是在照顾我 他照顾你为什么摸你头啊 他不扶着我我都要倒了 你就让我摔地上 而且你也不能一上来就算你去打人家呀 我没打他呀 我只是想上去跟他理论 那保安就直接给我轰出去了 你说要是那个保安不轰你 你还不打他 本来人家说好了 给我推荐个工作 你这样一闹我们都特别尴尬 这个工作也没了 行 你能理解男朋友对你的这种 男人叫担心 女人觉得是小肚鸡肠 你能理解吗 他 他现在是说出来了吗 在大家伙面前 但其实如果我跟他吵架 他是一句话都不会说 然后直接冷暴力的 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吗 说了也是吵架 吵了有什么用吗 你说呀 我说过呀你改过吗 之前你还不是一样的去上班 不是我的工作我改什么改 我不吃饭了 而且他这个人吧 憋在心里就算了 他主要是干嘛呢 他要把我俩之间那些事啊 全部都告诉他兄弟 然后特别喜欢折损我的形象 说什么 我不爱收拾屋子 我乱花钱 然后跟异性走太近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看上了一副耳钉 特别漂亮 然后也挺便宜的 我让他给我买 他说这个特别好看 特别适合你 就给我买了 就完全没有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一回去 他就在他兄弟群里面说 哎呀我身上本来就没什么钱 他逼着我买的 然后现在他那些兄弟 都叫我二丁女 哎呀男人之间嘛 你还不能让我们这个 喝点小酒 酥点小苦 这有啥 你们不也跟闺蜜说吗 是不是 对呀 但是他当面没告诉我 就没有表露出任何的不悦 背过来又说我 那天你在店里边 那么多人 我肯定要给你面子 那个服务员一直在那儿 应恨你 你戴这个好看 戴那个好看 不给你买 那不成什么了吗 不不不不 你搞错了 你这个维护的不是我的面子 是你的面子 你知道吗 哎呀 现在的女生很厉害啊 这不是个事啊 我没有刻意要贬损你 没有这意思 不是他自己也心虚 我就是背着他了嘛 然后后来就跟他兄弟 研发了一套那个暗语 说画那种表情包啊 就暗示 我怎么怎么不好 但我都看得出来 什么暗语啊 你这不对号入座吗 你当我不上网啊 你当我和网络时代脱轨来 我这儿有那个图 你们看看能不能看出暗语啊 来 问号 惊叹号 喝酒吗不是 是喝酒吧 是 母老虎不在家 是吧 母老虎在家 母老虎在家 后面那猴子是啥意思啊 你自己跟他们解释 分身罚数啊 分身罚数 你看这个暗语 分身罚数啊 下面呢 眼睛前啥意思 他说 败家媳妇见钱眼开 啊 那我朋友说的 不是我说的 白白了吗不就是 这是两个 时钟加个白白是啥意思 他说早晚跟我分手 哦 然后那个那个又说啥 他朋友说你吹牛 他说我又在吼他 母老虎又在吼他 拜拜 下次再说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破解了吗 多个女 那不开玩笑了 你现在又承认了 哎 这个是在网上 是有一个密码本的 还是说你们自己编的 自己编的 多有意思 现在的孩子啊 不是 你为了应和我 你真的 你挺聪明 不是 这这这 这不挺好的吗 你不是 这生活多有情趣啊 他编码 你猜码 破一破一感情 不就好了吗 他显得这男的很鸡贼啊 他真特别鸡贼一个男的 他现在还欠我一千多没还 就是我俩去吃饭 他拉着我硬要玩那个坦白局 什么叫坦白局 就是 对对对 他就说不计前嫌 我真的觉得 以前的那个感情经历啊 告诉他也无所谓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们就玩嘛 一百块钱一件事 然后他玩了后面就耍赖 不玩了 欠了我一千多 不是我当时我就想跟他玩 可能我说个四五劲出来 然后他说个六七劲 就一两百块钱就差不多了 结果他比我多了十多件事出来 我觉得特别委屈 但是你自己定的规矩啊 你得把那个钱给我啊 然后你还骂我 你觉得啥委屈啊 他说那么多 那个情感经历啊那些 哦没想到他有这么多 你只有四五段 对 他有十来段 对 也不是十来段 我没有那么过分 就是他会问一些别的什么 跟谁现在还保持联系啊这种 我还真没谈过十多个 哦 嗨 这不就玩嘛 他玩急了是吗 他后面还要骂我 但是呢钱也不借给我 反正我一直记着他 那我就觉得委屈 我不可能委屈还给你钱啊 对吧 他现实生活当中抠门吧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都是潮牌 然后鞋子 就是做足路功课 一定是男生喜欢的那种 然后他送我 就是送护肝药 保健品 筋膜枪 然后完了还附加一句 你一定要好好减肥哦 弄得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送那些东西护肝药 因为你在酒吧上班 护肝药那些 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那可以 你平时送完 那么有仪式感的一天 我的生日 那么漂亮一个大蛋糕 然后旁边摆一个护肝药 朋友圈我都不敢发 我就不好意思 理清情义重 理清情义重 不是 你这个就是抠 我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男的丢了十块钱 他背上了两天 而且一定要从生活中 各种细节中 把那个十块钱抠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他掉了十块钱嘛 特别难过 然后我俩去买什么东西 他说不行不行 买这个便宜的 就是省了几毛钱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十块钱 他丢了凑整了 主要能用不是行的吗 那你可以恶心你自己啊 你不能带着我一起恶心啊 我没见过洗澡 从头到脚用一个香皂 完了还用那个香皂洗袜子 我自己袜子穿自己 身上我还嫌弃我自己是吧 不是 袜子多少细菌啊 你洗了袜子洗你自己 然后完了 我偶尔会碰到那个香皂 我觉得我这是节约 那你呢为了去弄个那个烤瓷牙 想花好几万 自己积蓄不够还问爸妈要 爸妈不够了还想让我问我爸妈要 我说借 借 你本来你就知道我和我爸妈关系不好 是是是 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你这个习惯特别好嘛 就是不找爸妈要一分钱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有什么能耐 你爸妈给你介绍那么好活 你也不去 然后完了现在就打打杂工 你看看 那我当时我肯定觉得我不想去那种 一进去就一眼望到头那种工作嘛 那你现在都后悔了吗 我想自己创业出来闯闯 不是 你别跟我说创业 你又说咱俩每个月一起攒钱 然后攒了十几万 你要去创业 但我问你 你到底创什么业 你也说不明白 不是 你在计划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吗 那么神秘 我才出来一年呀 谁出来一年能做个什么 创个公司呀什么的 那你能告诉我还要等多少年吗 所以你一年几年都不愿意等我吗 你们俩今儿来干嘛来了 就是你们俩这个聊完之后 我就特别迷茫 说挺好的啊这一队 不就是打打闹闹吗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太计较这个事 他太计较我了 所以你来是陪他来的是吧 对 他特别想来 你来干啥来了 我就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感觉 干嘛 那就消灭了 他会把我带来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觉得不是我生活的世界 我说说我的理解啊 姑娘 我觉得你说的所有的刚才那些工作都没有问题 但这个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呢 不能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去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让我身边爱的人心情不舒服 既然你选择进入了一段稳定的恋情 就麻烦你要尊重另一半的意见 要在意另一半的感受 包括男生的底线也有问题 你既然不满意他的工作 你觉得你受到了威胁或者你没有安全感 你应该及时制止 而你在做什么 赚更多的钱来去支撑他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是认可他的工作 你既然认可他的工作 你就不要抱怨那么多嘛 你不是也接受人家的工作嘛 所以是你的底线决定了你现在的位置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 为什么这么宽容 为什么要求这么低呢 我觉得其实是没多少爱嘛 就是那种很浅层次的喜欢 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彼此图个舒服 是吧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真挺像的 刚才这个姑娘一直说 工作就是工作 我没有其他的歪的 其他的想法 但你的男朋友说 你经常在工作当中 跟男性的客户说你是单身的 你不承认你有男朋友 如果你认为这些男客户 对你没有其他的想法 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有男朋友这件事呢 其实你还是会觉得 他们会对你有一些些的 暧昧的 甚至是想要越界的想法 你想通过这样的 自己单身的这种状态和谎言 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你的这种状态 包括你说你每天晚上出去喝酒 跟人家喝得烂醉如泥 你男朋友说他能接受 他说他只要在家里 不要对我大呼小叫就可以了 就凭这一句 这个男生一点都不爱你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一个女人 他接受不了 他真的不爱你 但是你也不爱他 你要是爱他的话 你也不会选择 每天过这样的生活 选择去干这样的职业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俩在一起 就是一对这个玩伴的关系 其实你们俩的生活目标 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不喜欢那种 有安全感的生活和伴侣 那种稳定的工作他不选 他选择现在自由的职业 然后他选择一个 这样的职业的姑娘 能够给他带来那种 不断地刺激的感觉 他就追求这个 如果你们的所有的追求是一致的 我觉得你们就回去 好好商量商量 彼此的度在哪里 互相之间照顾一下 也许你们俩还真能白头偕老 其实我不太想说 因为肯定是没有 我想说的是另外加一个字 叫自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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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什么时候会认为 最不堪的自己 居然是最真实的我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而很多年轻女孩子都不知道 很多女孩子都认为 我只要发脾气 我只要怎么样的 那就叫真实的自我 他们都忘记了 真实的自己 其实真的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这是很多女孩 用了自己的青春 赌完了才能够赌明白的 如果这个就是你男朋友的诉求 他就是希望你能够在生活里头 对他温柔一点 能让他自己觉得 自己是被女朋友理解看中的 而不是女朋友总对我大呼小叫的 那么我觉得你是能给他的 然后说到你这里来 哎呀 大家都在说你好像不爱女朋友 你爱吗 我觉得爱 不爱怎么会在一起一年多呢 大家说你对他的这一个职业 不生气 不吃醋 你觉得你吃醋和生气吗 太过的就会吃醋生气 因为每个人对那个职业 都有不同的看法嘛 其实你是相信他的 对 你只对他个别事件不满意 这个个别事件里头 就包括我也不喜欢的 到酒吧喝的烂醉 因为这太容易出事了 而且对生气也不好 所以那一些对自己有危险的工作 我们尽量的还是要远离一些 而且你在情感里头 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这一个呢 就是你在酒吧玩的那个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你居然真的跟他打电话说分手 你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你们的感情 作为大冒险 而他介意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 两件事而已 我觉得你们之间是有爱 你们的爱是用你们的方式去承载的 收掉那一些过激的危险的 那样的一些事之后 还能够平稳走下去的 谢谢老师 谢谢米娜老师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你们到底是爱还是什么 因为确实90后就接近2000后的孩子 他们的很多想法 跟我们过去认定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年代 大概有一个标准 就是人类共性的东西 因为爱所以想占有 不管你时代怎么变 大概人的这个东西不会变吧 我们讲亲密关系 既然讲关系 其实最核心的词是互动 好坏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爱和不爱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和解读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们在这个互动关系当中 你们怎么去动 这才是关键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你的职业吧 我也不是过分地要求你不做那些 但是就是你要求你在家里面 也像对他们一样的 要对我吧 我呢以后也会去 好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你不是学表演的吗 那些喝酒啊那些工作 你就先辞掉 先找一些这种表演相关的工作做 那人家叫我跟祖 我也不想去啊 去外地三四个月 我也不想离开你 那就找个近一点了吧 要不是你老是不理我 不陪我说话 我用的照跟别人去说话吗 我还去做那种付费服务 我也希望你多陪陪我 就一吵架 什么也不说 关上门谁也不理 你要跟我说话我也可以 对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